光复图书馆及数位机会中心和花莲糖厂环境教育中心合作 办理我家驻糖厂走读活动 带领亲子共学体验 认识光复乡赤糖产业发展还有环境的生态 也透过绘本阅读和故事创作 让孩子们更认识成长这块土地 墙上放映着农民采甘蔗的身影 客客导演匕首画脚的示范 将早期台糖在光复乡种甘蔗制糖产业生动描述 台下小朋友看得入神 家长们更是听得津津有味 光复乡立图书馆及光复DOC数位机会中心 以制糖产业为主题 办理我家驻糖厂走读活动 策划糖厂小记者采访报导 带领亲子共学体验 认识光复乡制糖产业发展与环境生态 让孩子们更能认识自己成长的这块土地 我家驻糖厂走读活动 受到家长以及孩童们的喜爱 也为暑期光复乡图 即DOC 接下来包括故事梦工厂 儿童阅读推广计划等 共三场次的阅读系列活动来暖身 有兴趣的民众可电洽 光复乡立图书馆 记者时遇蓝光复采访报导